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一切的事情非常简单 王爷根本就是随口 编了这么一番瞎话 他只想要眼前这帮人 赶紧把自己送到魔鬼监狱里边 之所以要进到那个监狱 当然有他的目的 结果谁知道 世上居然真有这样的事 胡说八道 居然还真有人被抓起来了 不过同时 这王爷非常好奇 究竟是什么人 会在这么个天气 穿这个红色皮大衣 出现在缅甸的镇子上 就这样 王爷和对面的审讯员呢 同时都很焦急的等待 将近一个小时之后 他们看到了等待的那个人 王爷一见就愣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见到这人是李高楼 相反 李高楼咧嘴笑了 果然呢 生死不不骗人呢 看来一确非常正确 自己果然按照上边的傻逼做法 然后就找着王爷了 把他们两个扔到牢房 明天早上审讯 接到上边的命令 看守所这边也发出了命令 黑暗的牢房里 黑暗的牢房之中 李高楼和王爷关在一起了 看守离开之后 王爷立马就问 兄弟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他的确是有些发懵啊 想无明媚啊 李高楼大概比王爷更加茫然 野哥 这到底咋回事啊 整个事情在他看来 简直神奇啊 王爷拥有什么样的实力啊 嗯 而且之前就已经来了 东南亚调查王子阳和江承越的事 现在 这怎么变成这样了 王爷靠着栏杆 嘴里边叼着根稻草 我找了将近十天时间 没得到任何关于 王子阳和江承越的消息 所以整个东南亚 他们可能在的地方 只能是魔鬼监狱 李高楼有点明白了 不过这什么魔鬼监狱 他却第一次听 之前根本没任何相关的消息 魔鬼监狱 魔鬼监狱是什么地方 在缅甸的边境 那里边号称是世界上最严密的地方 除了一些非常著名的政治犯之外 还有很多有钱人为了躲避风险 专门花钱藏在那里边某个牢房之中 李高楼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 这实际上不单单是个监狱 就是一个类似于保护伞的地方 根本不是什么监狱 没错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个避难所 这个地方有整整十万间牢房 这些牢房每一个只有十平米 并且每个牢房不存在任何的电子信息设备 一切都是最为原始的规则和设施 听着王爷开始讲述 关于魔鬼监狱的事 李高楼心里边越听越觉着不可思议 怪不得之前王爷会觉着 说这是个避难所保护伞一样的地方 的确有点匪夷所思了 很难想象 现如今的世界会存在这么个地方 虽然称作是监狱 却明明啊 就是个大型的保险箱 那里边保护的东西 就是被关进去的那些犯人和有钱人 李高楼神色变得凝重 你的意思是 王子阳和江承越就藏在那了 对 一定在那 整个缅甸我已经找遍了 只有那 十万间牢房之中的某一间 这一点毋庸置疑 王爷满脸的轻松 其实如果不是这十万间监狱的数量实在是太大 而且作为闯入者去寻找王子阳和江承越 鬼知都会面临什么困难 尤其很可能会打草惊蛇 然后他的计划就功亏于亏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王爷才会想到这么个办法 相比于作为闯入者所要面临的阻力 如果说被抓进去的话 那他寻找王子阳和江承越就会变得简单很多呀 这时候李高楼也算是完全明白了王爷的打算 那咱们现在会被送进那个监狱吗 应该会 我将这附近九个大型团伙的货物全都藏起来了 还杀了十几个毒贩子 我想这边的治安队应该不会犯狗啊 王爷的话让李高楼心里也踏实了 这样的话应该差不多吧 于是两人各自聊起分开之后的事 尤其是关于女王城堡 乃至于最终理清更的那番话 最后李高楼认真地看着王爷 他说在等着你完成约定 这就是李清更 那个传说中黑骑士留给李高楼最后一句话呀 这句话让李高楼想了很多 怎么也琢磨不明白 他真的非常想知道 究竟王爷跟李清更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那所谓的那个约定又到底是什么 至于王爷他微微一笑 他继续叼着嘴上的那根稻草 那根稻草在一跳一跳的 好半天他才开口 他又杀了我 一句话李高楼心中咯噔一下 杀了王爷 这 之前小李同学想了不少的可能 但这种可能他从来没想过 王爷对于李高楼来说 那就好像是大哥一样 而同时对于李清更 李高楼也没有什么敌意 相反他觉得这个人同样值得自己尊敬和亲近 因为恶人岛发生的种种 再加上女王城堡刚刚的经历 李清更的确救了他很多次 就这么两个人如果某一天生死相搏 这李高楼觉着不能接受 为什么呀 因为我要杀了他 这回李高楼完全沉默了 果然 事情啊完全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了 因为此刻王爷身上声腾的战意 跟之前李清更是一样的 随后 虽然说李高楼还是想知道究竟两人之间发了什么 但王爷不愿意再多提 似乎这个事情让他想起了一些曾经 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伴随着铁门摩擦的声响 两个人同时抬头 看守冷笑着 你俩完了 等死吧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啊 马上说出那批货的下落 否则的话 魔鬼监狱 不会给你们俩活下去的希望 知不知道 一定把你们折磨至死 说不说 王爷和李高楼相视一笑 他们期待的事来了 关于那批货 肯定不会说呀 于是 李高楼和王爷两个人 就这么被送进了 最为独特的一座监狱 也是美洲在缅甸这边 投资建设的避难所 魔鬼监狱 车子沿着山路 走了很长的时间 李高楼跟王爷 听着审讯员呢 又威胁了好几次 并且也提前知道 这座魔鬼监狱的一些事 整个魔鬼监狱的形状啊 类似于一个巨大无比的魔方 而每一个监狱呢 都是魔方之中的一个房间 这几个房间根本没有具体编号 而且是由整个系统随机进行组合 然后房间的位置重新排布 整整十万个房间 没有任何科技的手段在里边 你想要找到一个人 难比登天呢 尤其可能今天你的邻居啊 是假 明天就换成乙了 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因为你这个房间也不停的在动 这一点李高楼的确没想到 王爷的神态也带上了凝重 看来王子阳和江承岳实在足够聪明啊 貌似这地方还真是躲避王爷最好的地方 带来王子阳和江承岳实在足够聪明啊